哈喽大家好我是表妹 本期视频呢就是改造雪景屋 我们从道具里打开这个雪景屋 点击同位子复制 把复制的雪屋缩小 改变一下颜色 它就变成双层的了 打开一个圆柱体 把它调扁放大 之后呢点击材料改变 把它改成木板设 然后呢我们在道具里打开一个栅栏 然后呢点击同位子复制 其实呢我们这里是在桌墙壁 接下来小可爱们就自行观看咯 我们继续同位子复制 把这个空位给补上 这边呢也是一样的 我们来到墙的后面调整一下 现在呢打开一个沙发 调整到合适的角度 这边放一个长沙发 中间放一个绿植 这样会比较好看 小避灯是必不可少的啦 然后打开圆柱做一个茶几 点击同位子复制 上面一层换成玻璃 桌子上面也要摆一颗绿植 小地毯当然也要安排上啦 然后呢再改变一下它的颜色 黑色的比较带张 就黑色吧 这个位置要放一个床头柜 然后呢我们再把上面装饰一下 接下来呢我们准备放床了 小可爱们自行观看 小可爱们自行观看 dong 只有我们无所谓的 俯いて言葉落とした 小さな方法寄せ合っても 本当の事は変わらない 物語が始まる最初の一行 声に出して教えてよ 床放好了再放一個小被子 大概的調整一下大小 小さな方法寄せ合っても 接下来我们打开远柱体 用它来制作地毯 在屋里摆上绿植和小灯 这边直接安排一个开放式的小厨房 这个小雪屋麻雀虽小 但是武装俱全呀 床的对面也不要放过 在这里必须安排一个电视 有电视 电视柜只不能少呢 这个小屋真的是连个下角的地都没有了 最后我们再装设几个小彩灯吧 客厅的墙壁当然也不能空着 我们打开一个板 在上面放上画 这个画呢 是我提前复制在粘贴板上的 把它直接放在板上 调整一下颜色 最后再把板的颜色给调整一下 这样就OK啦 屋里门必须给安排上 站远一点调整一下细节 里面呢大概就装修完了 我们现在给这个小雪屋安排一个烟筒吧 OKK大功告成 在把门前铺上金颗鹅卵石 也是用圆筒代替了 调整成合适的大小 给它改变下形状和颜色 最后同位置复制一下就OK了 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啦 我是表妹 喜欢的别忘记点赞加关注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咯